景先生 我们刚刚得到了紧急消息 贵公司大爱城项目工长赵建国 已被正式确诊为白血病 事态如此严重 请问爱宇嘉将会有哪些捕捉后失 景先生 到底是哪项照顺材料出了问题 还是所有材料都有问题呢 景先生 爱宇嘉一直是标榜服务真诚 品质第一 那么现在出现了这样的恶性事件 是否请贵公司的负责人进行说明一下 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找到证据吗 我们已经找到证据了 赵建国在入职之前就得了白血病 他的入职体检是他的唐币帮他做的 我跟你们说 现在爱宇嘉总部全部都是记者 他们现在情绪很激动地在这边这边 好 先安护一下记者 就跟记者说 说事情我们已经查清楚了 我们马上就到 行 那你们往这赶吧 路程出去安全 一会儿去 好 一会儿去 好 一会儿去 你可给我弄下来 您说这些什么好吗 每个各位记者朋友们 我是爱宇嘉公关部门负责人 我现在要代表公司说几句话 大爱成 并不是公司董事会批准的项目 资金也不是爱宇嘉负责的 换句话说 他只是公司前董事长 邵俭之子 邵鹏城的个人行业 个人行业 您怎么跟媒体这么说的 你这不等于把邵鹏城一个人 推向了风口浪尖上了吗 事情本来就是他一个人做的 未来宇嘉只能这样 什么叫本来就是他一个人 你别说 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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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安静一下 听我说 大家安静一下 我刚才已经跟我们项目总监 邵鹏城先生通过电话了 他现在已经找到了 确实的证据证明我们是无辜的 所以大家稍安无早 先回到作为做好 我们慢慢聊 好吧 来 请大家都坐好 所有的问题 我们都会一一答复 好吧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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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先生 能否透露一下 邵总是找到了什么关键性的证据吗 邵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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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您已经查明了事情真相 能向我们说明一下吗 我跟项目单一人陈仁仁小姐 已经找到了关键性的证据 赵建国的白血病 和我们大野城的装修 没有任何关系 谁是邵鹏城 谁 监察大队 我是监察大队 项目工长赵建国的实名举报 说该项目的装修材料 存在严重污染 导致他罹患白血病 因着该项目的负责人 跟我们去趟队里 聊一下具体情况 等一下 赵建国患白血病 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 对呀 珍珍 别着急 我只是跟他们去说明一下情况 你们可以化验店等我 不客气 走吧 邵总 解释下材料问题 邵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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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会有人实名举报呢 这分明就是故意的诬陷 竟然 你不是把所有材料都拿去质量检测了吗 什么时候会出报告 等报告出了 我看那些阴险小人还怎么说话 我早上问过了 应该就是今天 你先别着急 等一出来 我马上拿着报告 就环保局说明情况 行 质量检测出去 喂 你好 好 对 我是警察 您说 什么 好 我知道了 谢谢 怎么了 结果出来了 咱们的材料 有严重的污染 污染 这怎么可能呢 对啊 是哪一部分材料有污染 是我们所有的板材 甲醺严重超标 还含有其他的有害挥发物 我们所有的板材都是经过严格筛选和把控的 怎么会有污染呢 是啊 我也在想 咱们所有的建筑材料 都是著名厂家的一线品牌 我可以保证 它绝对可以达到国际一一级 环保标准 而且是由厂家直接送货上门的 入库的时候 我也亲自检查过 应该不会有问题才对 竟然 你还记得那天随机取样的过程吗 你确定他们检测的是咱们的材料吗 当时是我陪着质检人员进入库房 然后 不对 我当时为了填写表格 没有进入库房 我怀疑 库房的材料已经被调包了 所以最后的检测结果才会不达标 咱们赶紧去库房盖 走 走 走 天哪 这 竟然 这是我们之前订的材料吗 你看 你看 这 这 这是 都被人调包了 调包了 那我们现在是有理都说不清了 看来整件事情 是有人一手策划实施的 这个人应该就是赵清光 我们刚动工的时候 他只能过来找我 说家里条件不好 想要申请做库管 多赚一分钱 后来又跟我说他是工长 应该对这里的质量负责 所以这里不能交给别人来看管 我当时觉得他还挺有成为的 就同意了 现在看看 是我太清醒于人 难怪呢 公司体检 他要找人代替 我觉得根本就不是说 白血病碰瓷这么简单 他肯定有其他的目的 你们想想 这么多的材料 就算是一个普通正常人 他要调换的话 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完成得了的 肯定是早有预谋 蓄意破坏我们 可是 我们跟他也无怨无仇 他为什么要故意陷害我们呢 再说了 如果他只是想骗点医药费 他也不用这么大费周章 去换那么多材料 换这些材料的钱 都足够他去刊定了 那是为什么呢 赵建国的背后是红石集团 你怎么 店长 这一切都是红石支持的 他们早就收买了赵建国 目的 就是为了击败大爱城 抢在爱与家之前 推出他们自己的祖林公寓 你现在是红石的副总 为什么要过来告诉我们这些 我们已经从红石离职了 他们本来是想让云平 去指使赵建国做这些 但是这违背了他做人的底线 所以最后 我们只能离开 那卡拉烧彭成说得没错 这件事就是没这么简单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呢 惠敏 这样 你带大家想办法呢 去说服赵建国 让他承认自己的行为 主动向媒体公开实施的真相 我跟珍珍去趟监察大队 把彭成接回来 商量怎么回击红石 追回孙世 行 等一下 莫总 你这样做 红石的孙总 可是要记恨你的呀 而且 我们爱玉佳还有董事长 也不会领你的情 你确定你要帮助我们吗 不确定 整件事情因我而起 让你们和爱玉佳 受了这么大的伤害 我难辞其咎 我去红石是为了 实现我的房地产纪多年的报复 但现在事与原危 红石的行为 严重地超过了 正常商业竞争的底线 也是我不能接触 无法容忍的 所以我一定会想办法 帮你们澄清事实真相 追回损失 走吧 好